衛福部推估 五月中到月底 國內將會迎來疫情高峰 因此宣布 今天開始 臺北 新北 基隆以及桃園 急性一般病床 五百床以上的醫院 一週內開設百分之三十專責病房 一輛輛救護車開進醫院 醫護人員也全副武裝隨時待命 新冠本土疫情持續升溫 根據衛福部的推估 五月中到月底 國內將迎來疫情的高峰 因此宣布 十號起 雙北 基隆 桃園 急性一般病床五百床以上的醫院 一週內開設百分之三十的專責病房 全力救治重症患者 如果每日十萬人確診 然後如果又平均要每位住院五天的話 那我們估計大概需要一萬五千床 以這樣來評估的話 那目前逐步先針對這個個案數比較多的 北部這邊 北北基陶這邊來要求 那還沒有去要求到全國的醫院 都要開設到百分之三十 根據衛福部的公告 除了北北基陶 急性一般病床五百床以上的醫院 必須開立百分之三十專責病房 而新竹 苗栗和臺中也要百分之二十 其他縣市則以核定專責病房方式 在三天內要完成 因為從一月一號至今 本土確診病例數已經來到三十三萬多例 但由於Omicron特性是輕症化 醫界就呼籲 除了加開專責病床外 當國內選擇共存十社區 也可以進行居家照顧 各級醫院基層診所 當然也沒有置身室外的正當性 大家都要一起面對 從四月初開始 專責病房區滿了就開 開了就滿 滿了再開 基本上這不是一個可持續的一個營運模式 對任何一個機構 或者是對全國的防疫來講 它也不是一個好方法 中症跟重症的病人都往醫院擠 這是OK的 可是如果連輕症 做PCR 開診斷書 沒有症狀的全部都往我們大型醫院擠 那就是我所說的 可能十個星光醫院跟臺大醫院 都不夠被擠了 今天會有疾病染上Omicron的 不會只有在大型醫院 中小型醫院也會遇到這個狀況 至於國內兒童專責病床 數量是否足夠 指揮中心表示 兒童不一定要住兒童專責病房 若非中重症 也可以住進一般專責病房 目前仍在持續盤點兒童中重症的收治人力 預計於十一號星期三來召開專家會議討論如何因應 這首位陳新龍推測